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骗子就盯上了这个数字进行诈骗 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了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垃圾分类的事情 其实呢 在实行垃圾分类以后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每天产生最多的是厨余垃圾 与此同时呢 这些厨余垃圾 也采取了一套全新的轻运处理的流程 比如呢 每天为了及时清理掉这些厨余垃圾 我是专门配备了垃圾轻运车 穿梭在各个小区之间 那么轻运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其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上午8点多 记者来到了湖里联发新天地小区附近 此时 一名垃圾轻运人员 正在清理附近几个小区的厨余垃圾 这名轻运人员说 每天上午 小区的保洁人员 会把厨余垃圾桶推到指定的清运点 他则需要在清运点将这些垃圾轻到上车 清运人员表示 他一个人要负责 祥店和金山片区20多个小区的厨余垃圾清运 每天上午7点多开始工作 一直到中午近12点 才能把这些小区的厨余垃圾都收完 基本上上午比较会堵路 就像这个小路一样 有时候这个车它放在两边 然后我们这个车比较大的刚好就过不了 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怎么办 如果实在是那个车主 等了几分钟没过来的话 我就会掉头到其他的点 先收网然后再回来 清运人员说 由于负责的点比较多 再加上堵车等因素 上午的工作时间总是很紧张 下午两点左右 他就会对片区里的厨余垃圾 进行第二次清运 不过主要是去一些垃圾量比较大的小区 上午十点半左右 在斯明区米兰春天小区 两名清运人员也正在收集小区的厨余垃圾 记者了解到 他们俩负责的小区有四十多个 每天上午七点多开始 要一直收到中午一点左右 才能全部收完 下午两点多 他们又会开始进行第二轮收运 不过记者发现 倾倒进清运车里的除了厨余垃圾 还有很多瓶瓶罐罐 塑料包装袋 以及其他垃圾 许多都没有分类 而面对四十多个小区的清运量 两名清运人员也似乎根本没有时间再次分检 只能一股脑全倒进车里 清运人员的工作量不小 不过一些小区的居民向记者反映 傍晚时分也是居民扔出垃圾的高峰时段 由于下午的清运工作无法覆盖每一个小区 或者下午清运的时间过早 所以一到晚上 小区里的垃圾桶常常就会爆满 这样的问题 在一些高层小区里更为明显 这个晚上就是装的很满的时候 都会堆在地下 晚上保健员也下班了 我们有时候看得真的很难受 我们帮它捡都来不及 我跟你讲 因为桶已经满了 我们也没地方放 记者拉解到 负责斯明和湖里两区 厨余垃圾清运的是 厦门易红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岛内两区一共有65辆厨余垃圾清运车 共设置了1300多个厨余垃圾清运点 目前清运人员基本够用 但是清运次数 还是要根据小区实际的垃圾量进行安排 另外在清运工作中 他们也遇到了一些难题 高分的时候 如果我们停车作业 时间长的话 就会形成多 就是容易形成堵车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 有些路段呢 它是属于进停路段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协调说 在这些街道 还有交警这边 就是我们尽量 不把车停放在这些进停路段 我们转移到其他的 这个偏僻的一个街道 去进行作业 能够再解决过程中 本台记者报道 为了杜绝黄牛卖号的情况 私民交警大队专门推出了实名制 处理人员呢 凭罚单和身份证 才能取号办理 不过有市民下我们栏目反映 因为这个交通违法排队的人太多 现场还是有人做起了小生意 什么样的生意呢 我们的记者也去排起了队 早上七点半左右 记者来到私民交警大队 此时交警大队门前 等待处理交通违法的人 已经排起了长龙 延伸了一百多米 记者粗略算了一下 大约有150人 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 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几个人 告诉记者 他们凌晨两点就赶来排队了 两天一天都来了 一个晚上都没睡觉了 排到这儿 你来的弯的不幸 你来的弯 那我现在在排能排得到吗 那不一定了 你看队也厚多了 今天不用排了 明天来的糟一点就好了 记者现场观察发现 与大多数站着排队的人不同 有十多个人 是坐在小板凳上等待的 而且这些板凳款式都一样 有些人直接坐在板凳上 搭起盹来 那么他们的板凳 都是自己带来的吗 板凳要自己带吗 我来排队的话 猪的 猪的 三块钱一个 猪凳子 猪凳子 那个人带四块 你可以啊 你们是三块钱一个 早上八点左右 交警大队开始逐个 让排队的人进去取号 并检查起他们随身携带的罚单 和身份证 原来现在到私民交警大队 处理交通违法 必须要携带违法罚单 和身份证实名制确认后 才能进去取号 等待办理 随后 记者排到了队伍的尾端 这时一名女子 拿着一摞凳子 走到了记者身旁 原来她就是出租凳子的那个人 不过她还有其他的服务业务 原来队伍的前面有一个位置 是这名女子的同伴帮忙为别人排的 此时对方无法赶到 只能高价转让了 很快这名女子就带着记者 来到队伍的中间 替换了这位阿姨的位置 记者也顺利地取到了号 本台记者报道 再过不到一个月 马拉松赛就要开始了 现在这项比赛 已经成为了专业的全程 马拉松赛事 这对选手的要求就更高了 要知道这一届报名的选手 有三万人 参加这样高强度的运动 参赛选手的健康状态非常重要 今年赛事组委会和厦门大学 附属心血管病医院进行了合作 首次为参赛选手提供了 专业的赛前心脏检查 我们来看一下 在收到赛事组委会发出的提醒短信后 高先生一大早就和一些跑友 来到了心血管病医院体检中心 虽然高先生是下马的老朋友了 但他还是第一次进行赛前的专业体检 这要顺便体检要不挺好的吗 为了健康去跑步 他不适合怎么跑啊 第一次 第一次呢 对 之前有运动过吗 还没训练过 看一下自己身体 有没有这个潜力吧 就正不正常 赛前体检主要包括心电图检查和心脏彩超检查 两项内容 医生表示 不少跑者都有着平常身体健康 跑步肯定没事的想法 但事实上 常跑时心脏的负荷远高于日常生活 而一些人的心脏 原本就有着不易察觉的小毛病 有些人其实有潜在了一些心脏病 但是呢 不体检不知道 那么这种潜在心脏病有可能在剧烈运动的状态下就会发作 我们发现好多人都有一些半膜反流 我们这次来咨询的很多运动员都有这种情况 他们视线根本就不知道 医生表示 即便是赛前体检没有问题的选手 也要在赛前做足准备工作 从健康的角度 我们不主张说 突然的一个剧烈运动 其实对健康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要去参加 还是要有个视线 有个循序渐进 就前期你要有一个 一个适度的 逐渐增加一个运动量的这样一个过程 另外在运动当中 可能要关注自己的一些感受 不要去追求很剧烈的 很极量的一个运动 据介绍 参加2018厦门马拉松赛的选手 可以在12月24日前的 每个周末的两天时间 前往厦门大学 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八楼的 体检中心进行体检 本次体检为自愿自废 选手们可以携带医保卡前往 如果检查结果确实不适宜参赛 组委会方面将会退还选手的报名费用 记者王玉坤 杨人杰报道 得了白内障 就用沙普艾斯 近段时间 一款名叫沙普艾斯的低眼液 因为广告宣传中号称 能治疗白内障 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而在生活中 不少人有使用低眼液的习惯 那么面对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低眼液 你真的用对了吗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上午记者在我市的一家药店里看到了这款沙普艾斯低眼液 在低眼液的外包装上明确写着适用于早期老年性白内障 但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 则是因为公司在广告宣传中缺乏对低眼液适应症的明确说明 容易误导消费者延误白内障的治疗 医生告诉记者 不仅是这款号称可以治疗白内障的低眼液 如今市面上低眼液种类繁多 所适用的病症也各不相同 但不论是哪种低眼液 它都属于药品 只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之分 非处方药中的低眼液不需要医生诊断开具处方 市民在药店就可以自行购买 医生介绍说 造成眼部不适的原因有很多 像是黄斑病变 视网膜病变 趋光不正等 都有可能会造成视线模糊 眼睛干涩 虽然市面上销售的一些低眼液 的确可以缓解部分症状 但并非人人适合 根据医院接诊的患者情况来看 有不少患者因为长期错误使用低眼液 导致眼部出现疾病或加重病情 大多数眼药水里面是含有一定的防腐剂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滋剂 那么这种能力长期使用以后 对我们正常的眼表的一些 正常的一些细胞 正常的一些线体 它是会有一定的抑制 或者说一定的破坏作用的 本能是很轻的问题 用了一些不专业的一些眼药水以后 可能把问题反而搞得更严重了 此外部分低眼液中还含有抗菌素 长期使用这类低眼液容易破坏 眼部菌群 引发眼部其他病变 医生建议 使用低眼液要因人而异 对症下药 而对症的前提就是 如果出现眼部不适 市民尽量先前往专业医疗机构 对眼部进行检查 准确了解眼部遇到的问题 之后再根据医嘱 有针对性的使用低眼液 根据你的病情 是不是需要用药 或者说有的人 他可能根本就不需要用药 你可能平时适当注意休息 适当地减少一些用源的一些时间 或者是带上一些眼镜矫正 他可能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症状就可能就没有了 那就没有必要 想要了解一座城市 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作为老厦门的发源地 下岗街道辖区里有着非常丰富地道的美食文化 这些老味道坚守多年又大隐于市 有的只有周围的居民才知道 最近下岗街道就邀请了一批市民代表 一起来寻找这些舌尖上的乡愁 在社区之中 菜市场常常是藏匿美食的宝地 碧山路117号这处叫不上名字的摊位 售卖着炸鱼条 炸芋条 菜丸子 炸五香等 闽南特色小吃 这可是老厦门人最熟悉的味道了 坚持传统手工 限量供应 郑雅端大姐一家 在这里已经经营了近20年 因为这种炸物店 在下面才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小吃 以前这种东西是在逢年过节 或者什么节日的时候 家里才会炸种 闷是用来拜拜用的 每天早上几点起来去做这个 我早上差不多四点半起床 四点半起来做这个 对对 那什么时候能卖完呢 差不多十一点半 下午就不卖了 下午就没有了 就开始备料 有时候一道好菜 就可以成就一家餐厅 秀琴排档的厨师张秀琴正在做的 就是支撑他们家20多年老店的招牌味道 腊鱼头 听起来有些不像是厦门人制作的料理 老板黄先生介绍 这是他多年前去江西的学习成果 只不过经过习服秀琴的厦门市改良 这鱼头变成了酱油水版的独特腊鱼头 可味上面也比较适应敏南人吃 但是北方人吃的 他也觉得说有辣 这样子吃起来也不错 因为你的胃口 鱼它这个不是一般鱼要做一些辛辣的 时间很长 时间很长 有些老同学聚会也是这样过来 龟板高 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但是过去逢年过节 这可是闽南人祭祀祭拜必备的食物 藏春在大学路的这家无名小店 依然还在售卖着纯手工制作的 龟板高 玉包等厦门老味道 吸引着街坊邻里光顾了二十年 那这种糯米龟是外面是糯米 然后加一种叫蛆 应该是叫蛆草吧 就是田里田边有种椰草嘛 然后那个吃的话是可以去风 去风湿 再加在里面的话它会比较Q 那里面是有什么 花生 芝麻 白糖 然后用这个模具下去压 压完的话就成形了 变成一种龟形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熟悉的乌糖沙茶面 下岗餐厅 珍珍乳味 永风鱼丸 玉包扫等等 这背后有老厦门人的品质坚守 有勤劳经营 有代代传承 才有今天的下岗好味道 厦门的这个小池嘛 看看它不是还要讲讲故事嘛 都听一听嘛 知道三十几年来啦 但是没有说很好地听不听这个 我觉得这些小吃对我们整个在地文化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和发扬 是一个表达方式 我自己是本地人 但是这次逛了这一圈以后 我是觉得让我更加认识到 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美好的地方 欢迎回来 是我们考评人员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后宾路西侧人行道存在突出的废弃缆 无人管理的现象 是我们寻报 我们来贯注 通过走访能看到 这一突出存在的问题几乎贯穿了后宾路 下河路口至河祥溪路口全段 西侧的人行道处 这些缆线的支点 基本上都在沿途的行道树上 废弃之后或垂掉于空中 或缠绕在行道树干上 数量多的地方达到了十几二十条 扎乱无章如蜘蛛网一般 对于后宾路沿线的市容观瞻 造成了明显影响 参差的线头不仅让过往路人心存担忧 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考评人希望问题能够引起 属地开源街道的重视 积极协调管线单位落实整改 记者刘沃华报道 两名男子流窜各地 在公交车上通过背包掩护实施爬窃 近日两人流窜到我市作案后 又前往泉州准备作案 结果刚落脚就被反爬民警抓获 具体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监控画面显示 11月25号下午四点多 在三路公交车上 座位上一名女子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后放回了包里 没过一会儿 她的手机就被眼前的男子爬走了 这个就是嫌疑人 然后这个点心特点就是都是用包做掩护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嫌疑人 她的包是被放在大腿上 但是她的包没拉好 这时候已经开始动手了 然后都拖到手以后车到站 两个人就下车 到了下午六点多 这两名男子又出现在另一辆公交车上 这回作案的是两人中的眼镜男 只见眼镜男紧贴着一名站着的女子 用肩上的大胯包做掩护 另一只手不安分地伸向了女子的背包 手机到手后男子立刻下车 而这名被害女子找到座位坐下后 很快便发现手机不见了 公共交通分局民警接警后 通过对监控视频进行研判 很快摸清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并掌握到两人在我市作案后 又流窜到了泉州 11月27号晚上 就在两人刚刚落脚泉州 准备休息一番继续作案时 被赶来的民警抓获 经查两名嫌疑人都来自广西 均有盗窃前科 平时就流窜各地以爬窃为生 各托各的 然后随于偷到的东西归随的 都是利用胸前背一个大的一个双肩包 或者说肩上背一个特别不符合 我们那个男性的男性特征 背一个大的一个跨包 然后利用包做掩护进行爬窃 然后找学员对象一般是女性 然后一般都是携带一些跨包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现在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条形码付款越来越普及 大家对于一些不明的二维码和链接 也是越来越警惕 可是这骗子最近又玩起了新花招 打起了微信18位数字付款码的主意 最近有一些市民因为透露了 微信上的18位数字付款码 导致自己的钱落入了骗子的腰包 最近市民张先生想要安装一款 手机搜索软件 在网上搜索到相关信息之后 张先生添加了网页上预留的微信号 之后双方以200人的价格成交 正当张先生准备以微信红包的方式 向对方付款时 对方却拒绝了 对方这时候就以如果是通过红包的方式 他这个进不了公司的对公账户 而是进了个人的账户 所以要求张先生打开自己微信里面 收付款里面的付款码 那通过付款码上面的18位数字 来进行一个操作 将18位的数字报给了对方 那不一会 那手机就收到了扣款2800元的一条提示信息 这时候对方又发来信息 态度诚恳地频频道歉 表示是他们不小心弄错 要把钱退还给张先生 不过需要张先生再报一遍 18位的数字付款码 方便他们退款 这时候张先生还是按照对方的要求 又报了一次18位的数字 之后又扣款了2000多元 而且对方的微信 也是将张先生给拉黑了 这时候再报警 最近和张先生有同样遭遇的 还有不少人 据市反诈骗中心统计 仅12月7号一天 就有5名市民 因为透露了微信上的 18位数字付款码而被骗 民警表示点击微信收付款页面 会显示条形码 二维码 还有一个18位数字码 这三个码的功能一样 都可以用于支付 骗子就是利用大家 对18位数字码不熟悉的情况 在骗走受害人的数字码后 直接将钱刷走 这三类它都是可以 实现一个付款的功能 而且是不用输入密码的 对于微信的收付款里面 提供的这个18位的 这个付款数字码也要 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 除了PM10 PM2.5的浓度 在凉级以外 其余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60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误短物是PM2.5 中国是农业大国 因此呢 每年秋收之后啊 大量的节感该如何妥善处理 就成为了困扰大家的难题 其实呢 只要加入一些创意 令人头疼的节感 就能摇身一变 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贝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各国是如何创造性的 利用节感的 英国格罗斯特郡的一位农民 在当地用稻草 建造了一个高约5.5米的泰迪熊 这个巨大的泰迪熊 总共使用了一吨多的稻草 泰迪熊的到来 自然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与其拍照 在法国巴黎 每年4月底 都会举行为期三个月的稻草人节 每一届都将邀请一名知名人士 为稻草人设计服装及造型 堪称艺术品 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南的 阿维多发电厂 建于上世纪90年代 被誉为全球效率最高 最环保的热电联供电厂之一 阿维多电厂 每年燃烧15万吨接感 可满足几十万用户的 供热和用电需求 在日本 人们为了庆祝水稻的丰收 把水稻收割留下的大量接感风干后 创造性的建成巨大的稻草雕塑 在当地的稻草艺术节上展出 别小看这些稻草造型 有些可是艺术家花了好几天 才制作出来的 看看这些造型别致的稻草 也许可以为我国农村的接感处理 提供一些创意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还可以 一直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微量 会受到PM10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期星空广场的全部内容 随着冷空气一波波的南下 冬候鸟也一批一批的来到厦门 今年都有哪些珍稀的鸟类来厦门越东 上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们来关注一下 也欢迎您继续收看 再会